这里是河南省许昌市 这个视频拍一下许昌市的街景 前面是许昌火车站 他们的高铁站是在东边的 对面是绿洲梦想广场 这边就是在许昌市 神一样存在的汉洞来 这边是西马特 这边挺热闹的 晚一点过来转一下 大家看到前面那个古建筑了吗 那边就是朝位古城 再晚一些我去看一下 人挺多的 这边堵车了 终于知道为啥堵车了 因为这边就是 汉洞来购物广场 准备进汉洞来的地下停留场 这里是七路和文峰路交叉口 这是文峰中路 这条街还是挺干净的 这个酒店好气派 这是文峰的地下停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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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街道是文峰的地下停留场 来说文峰的地下停留场 是文峰的地下停留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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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这条街挺漂亮的 他们这里应该只修复了三个城门 我没有看见西城门 这边是护城河 这边有个旁来的大众服饰 应该是专门卖服装的 接着昨天的视频继续逛雪窗市 因为昨天太晚了 然后这边都没有来 这边有个桥 让我们去看一下 木制的 它这个河里是可以通船的 可以通船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 正好是环绕这个朝卫古城一圈 它这个护城河里种了很多的河野 这个护城河总理来说还是挺宽敞的 前面那座桥叫做南关桥 它北边就是那个朝卫古镇的一个古街 那个我昨天晚上已经逛过了 人挺多的 这样拍了一个视频 他们这 东面有个城门 北边有城门 这是南边的城门 但是呢 它西边没有城门 因为这里都是修复的 为啥西门不修复呢 不明白 这里是葵楼商业界 这是天平界 这边是许章市的西湖公园 这边有个雕塑 是北风的雕塑 这个公园还是挺大的 这边看着还是挺繁华的 新田360导产 它在新藤区也是挺漂亮的 这边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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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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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